登陳,這陣子是國際化 日本CEO又來訪問 德國CEO又來訪問 這陣子你最紅了 有多紅啊 呂先生,你經常推工作 比TBB的明星更大 那我才可以做 不要說那麼多,我們今天試試 這次我借了德國的BMC CS3合併機來做測試 很多人說這部機器的腳實力是心不見底 所以我用過幾雙喇叭來做測試 包括ELEC FS267小座地 Odell ZONICA 書架喇叭 以及出名難推的TEC 2201 鑑定喇叭 至於信員方面 我用了Carry Audio DMS-500 串流播放機 先談談這部機器的面板 只有幾個採用 最搶眼就是這個錶頭 它是跑車的轉數錶 有力量感 而這個旋樓就是控制開關 這個控制輪流 餘下兩個是燈光暗 而這個就選擇 Input CS3 有一個特別功能我蠻喜歡的 它是開機頭10秒會檢查有否故障 譬如風扇有沒有啟動 如果這麼不幸有問題 它都會告訴你 我經常看到錶發到 3000 轉會不會啟動 Turbo 你都蠻好幻想力 錶頭錶就看到 3000 轉 不如這樣吧 我們轉換部機的路由看看什麼說 只要這麼重我才叫你幫忙 否則我叫你一個人搬 現在不少則弄輕我腰骨 無法做功課就被人罵死了 這部機靜草是 40 キロ 為何會這麼重呢 因為裡面有一個超級大的 2000 波環牛 還有它的水塘印多得誇張 很足料的 所以你放大棒的東西絕對不會腳軟 還有一件事我要稱讚它 它整塊側板是一件過的 它是整塊鑽出來之後再屈它 它的好處是什麼 就是它加強的光性 還有減低它的鞋震 Ca3 的設計 如同一般的 High-end 機 用全對稱設計 所以它左右升度分開兩邊擺放 它的好處就是減少信號互相干擾 至於輸入方面 它有兩組的平衡輸入 三組的 RCA 輸入 上面你見到有兩組的光纖介面 不要誤會它是 Digicode-in 它的名字就叫做 BMC-link 如果你用回同草的 Dead-1 Ca3 透過這個介面就可以接駁在一起 從而令到 CS3 變成一部純後吸用 還有喇叭插放在兩邊 剛才說過這部機器是全對稱設計 所以電源放在中間 Ca3 有三部很重要的 包括CI、LEF和DIGM 首先我先說一下CI 它用低阻礦的技術 保留它輸入信號本身的電流 直接去到放大戰路 令到信號增加純正 我又說一下DIGM 一般傳統的抗音機 它是將信號放大之後 按照你的音量來衰減 但BMC 就很聰明 你想要多少音量 它就給你多少 它就不作無謂放大 第二就是LEF 其實它是核心技術 簡單來說是三點 第一是無負回輸 第二就是電流和電壓分開處理 這樣就解決了反上電流和上位的問題 第三就是在大功率運作的時候 它仍然維持單端的放大 其實有時候我講一下 聽聲收貨 那些人就說 我沒有什麼技術說 我講一下技術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不明白 不如聽聲收貨 都搞到弟弟無所識重 Ci-3 這部機一貫得過音響風格 有速度感 反應也很快 它是屬於暖聲的機器 它的性格不太強烈 所以你用Walk and Mode Castical 或者大盤也好 它都很容易駕馭到它 坊間說這部機推力不錯 所以我實際拿一對很難搞的Tag 201 的喇叭 去測試一下它 看看它的實力有多雄厚 女方你用Tag 201 來試這個CS3 我就覺得你選得對 為什麼呢 Tag 201 出名是難搞的 一搞得它不好 高音又搶又叫 低音又推它不動 我曾經用入門版的Monoboard 或者幾百瓦合併機來推它 我都不是很滿意 但這次CS3來推它 我就真的覺得另眼相看 Tag 201 出來高音一點搶都沒有 而低音就是很鮮定 很有力 那就證明了這部機的雅數 真的好足 要多少給多少 如果要我用四個字來用這部機 就是斯文的巨人 斯文的巨人 五個字來我大哥 你數手指數不行 高級的音響 無論你播放什麼類型的歌 都應該得心應手 如果你偏向某一種類型的歌 才播得好聽 這部機就不夠全面了 CS3 這部機無論造工、力量、設計 都是一個高級的音響 如果大家想聽聽這部機 早點打電話給我 讓我煮好這部機 讓你來聽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 記得訂閱我們 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 拜拜 你的朋友很無品 最近有家人說 連小孩子都不放過 一位